好需要關懷跟經費的不光是體育選手了 還有很多的弱勢族群 在嘉義市有一場慈善募款晚會 由前後任三位警察局長合力來幫起智兒童募款 不僅是募得了一百多萬元 也藉此提振了警戒的士氣 晚會上一年謝金燕 除了載歌載舞帶動氣氛外 也在台上幫忙拍賣由台中縣警局局長 捐出了警徽章為起智兒童募款 為了幫助起智兒童 嘉義市扶輪社發起募款活動 除了有各界出錢出力之外 嘉義市前後任三位警察局長 也一同出席捐出收藏品募款 三人合力出擊 再加上前內政部長張伯雅加持出力 活動得到熱烈迴響 募得款項衝破一百萬 長期服務民眾關懷弱勢 我們前後任三位局長 今天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 來參與這項慈善活動 來共襄盛舉 總計獎金兩百萬元的款項 將全數捐給嘉義市企事發展中心 基層遠景出錢出力行善 除了拋磚引玉外 也希望能提振低迷許久的警戒士氣 明視新聞真榮文 嘉義市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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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